我想大家都知道,中國文化很流行說德成例,人而禮之信、忠孝那些 大堆我們叫做品德的東西,他覺得我們要調整這種品德 或者說,有道德的人就是要發展這種品德 如果再要解釋那些道德是否有什麼用途 我嘗試用盧詩江的講法去講瑜伽如何看 這三個概念,人而禮 現在人而禮就不是解釋特性,雖然有時候人而禮是講一種品德 大家就不是解釋特性,是一種品德 禮呢,最簡單的就是一些行為規範 比如說,孔子的年代,如果你父母死了,你要守喪三年 即是你叫合乎規範的,或者這樣叫合乎道德行為 這就是禮,外在的行為 如果根據盧詩江的分析,為何我要守喪禮呢 我便說,因為這就是合乎義 義呢,這裏可以借用刁田的意思 義就是義務 即是說,為何父母死了,你要守喪三年呢 因為那是我們義務來的 即是你想像孔子這樣回答你 如果再問孔子,為何那個是我義務呢 我怎知道那個義務呢 孔子,即是我想像孔子這樣回答 就是說,因為我們有人這種能力 人這種能力呢,就是一種能夠分辨是非是愛的能力 告訴他,甚麼是貪貼,甚麼不是貪貼 即是這個人呢,就類似康德講的定然律力 但是那是個毫無法說的 我可以講理性 理性說,會不會是貪貼,是我的貪貼 那要求儀家的話,因為我們有一種能力 就說會貪貼,是我的貪貼 如果要遵守這些貪貼,這就是貪貼 如果要遵守貪貼,就行為規範 我會這樣看,我看成有三個成分 一個成分就是,不是我自己這樣看的 因為都是論語裡面這樣說的 有很多學生問,不知道是什麼人 好像很多時候是有不同的答案 有時候說,人是什麼呢? 就是,有一個答案就是,餓人這樣 餓人就是人這樣 人是有餓的成分,有情感成分 有個學生問,好像什麼人呢? 好像一個答案 我不記得那個文名,類似是公敬 阿彪叔,你記得嗎? 即是敬那個,你不記得原文是什麼? 心事敬語就是那個人 是的,那個人 有個學生問,好像什麼人 他打了很多東西,強調敬那個人 就是人硬硬硬硬 即是尊敬 尊敬 其實,這個尊敬呢 我現在記得了 就是呢 剛才說的康德裡面 他提到康德裡面 他提到康德裡面的第二部分 你把人看成目的,那個就是尊敬 尊敬 尊敬 怎會叫尊敬 我自己覺得那個體制 就是,把人看成目的 不把人看成手段 或者說呢 你要提到某個人的人 那就是尊敬 這個人 現在類似的就是說勁、公敬 好,第三個呢 就是,有兩個學生問,好像什麼人 好像一答呢 幾所不容 大家都懂的 物思人就是人 即是你自己不喜歡的東西 就不要近家人 那其實 我會這樣提,我會想 為什麼 譬如某中三那些會把余教和康德 覺得這兩個理論說話很相近呢 其實真的 因為,我看的時候 孔子當的勁呢 都不是完全一樣 但是,跟康德說 尊敬 就是那個劇力說的 尊敬原則 尊敬原則是很相似的 當然是有些分別 有時間做到 那第三個就是 瑜伽講的幾所不容物思人呢 就跟康德講的可普遍化的原則呢 亦都是相加的 那這個呢 如果英文可以叫做高登烏 無金論 都是來自聖經 你幾所不容物思人 即是你不喜歡人這樣對你 你不要這樣對人 那其實就是說 你的行為是可普遍化 如果你那些不可普遍化行為呢 你就不對的 你不應該做 譬如說 你都不喜歡人家 無緣無故罵你 那你都不要這樣對人 那就是 因為是我的普遍化嘛 你自己都不想這樣對你 所以你都不應該這樣對人 OK 那就是說 你看到呢 孔子講的人裡面 這三部分是 我再解釋個人的浪 那你可以有別的解釋 即是我將人看成能力的時候呢 我將它看成有三個成分 那這個人裡面講的尊重那部分呢 就跟康德剛才講的尊重那部分不同 那部分就是 那部分就是 己所不育物施餘人 又跟康德裡面講的可普遍化行為相似 那就是 現在就是從這個角度去解釋 道德行嗎 那是怎麼道德行嗎 如果我們再比較一下 所以我說 它有些相似的態度 其實也不同 一個最明顯不同的就是 現在的人是有我人的成分 即是有情感成分 但是康德講的定律令呢 純粹理性的 是沒有情感成分的 或者不需要有情感成分的 即是譬如說 你 譬如說 我不知道是康德例子 有些人講康德成用的例子 譬如說 你有個朋友 現在在醫院病了 你去探望他 那那個說法就是 如果從康德去看呢 就算你是不喜歡他這樣做 你都應該去探望他 你不願意去探望他 你都應該去探望他 因為這個是理性的要求 即是你可以沒有愛的成分 你沒有關心他的成分 你都應該去探望他 但是 現在講的人呢 就有愛的成分 有情感成分 這個是一個不同的地方 另一個不同的地方就是 因為 現在講的勁呢 其實它不單止是講對人 因為康德這裡主要是講對其他人 因為康德 現在講的勁呢 不單是講對其他人 包括對自己或者做事都要去探望 那這個又有些不同的 OK OK 或者這裡會不會有問題 可能這裡比較 多東西 如果 不太了解 不要緊的 那我跟著就是想說明 第二個呢 就是人生意是什麼呢 那 因為我將儒家定性為 德勝倫以後呢 那 儒家的人生意呢 就要發展你的品德 這個是最有價值的東西 那發展你的品德就是 例如說 人結禮止信 忠孝這些東西 你要做君子 或者 最高競爭是做聖人 諸如此類的那些 就是通常我們講修身那些 就是修身就是講 你培養你品德的意思 就是那一堆就能品德的意思 OK 那 有沒有人知道這裡 那我剛剛講的就是 從這四個理論角度 怎麼看道德呢 還有 怎麼看人生意呢 我停一停 大家沒問題 因為我第二部分就是 比較想專講人生意的問題 剛才你說的第四部分 就是儒家思想那部分 你主要的內容 就是我這樣聽 就似乎都 應該就 對儒家是哪種的理解論理學 似乎都是近於義務論 多於港德純儒學 就是就你所說 雖然有頭 就是你所說 就是你所說的 就是你所說的那些 那麼相似的東西 那麼多 但是不相似的東西 其實是這樣的 我 對 你說對 就是我講這堆東西的時候 就好像跟康德那裡似的 又說疑 就好像義務論 我承認康德會有這個論成文的 但是 為什麼我將 就是為什麼我將康德 不是 將現在定性為德成文理學 就是我覺得他強調德成文的部分 就是我個人的看法 就是 就是